你能想象未来的挖机到底有多强大吗 这是一台像蜘蛛一样的挖掘机 用九个大臂小臂组成了九条腿 能像蜘蛛一样在地上行走 当然这只是一个概念设计 接下来我们回到现实中 来看看能走路的全地形挖掘机 这是一个在德国工程机械展上 做表演的步行挖掘机 它把履带换成了轮胎 下车架改成了四个液压腿 而且这四个液压腿是有多个关节 可以分别向多个方向变化 因此可以做出各种复杂动作 同时它的小臂改成了伸缩臂 装了一个快换连接挖掘机 可以进行正产和反产 在这边还好 最后最后六轮复探勺 最后五轮复探勺 美味巨夷探勺 它们就过去 看到了一终缩 那组缩探勺 探勺 那组缩探勺 可以进行正产 就是四个液压腿 真的很难分 它在瑞便 我们在这边 机械展上的表演其实还不够直观 我们来看实际施工 首先来看步行挖机直接下到桥梁下面 这个施工工况其实并没有太大优势 我们再来看一个时间下到悬崖下面的例子 这个悬崖非常地均强 普通的挖机是很难下去的 这台步行挖掘机利用自己的月压头 一点点地往下握 这个过程是非常危险的 但还算顺利到达悬崖里 开始清理被捅住的排污口 步行挖掘机主要是为了适应特殊的地形来研发 它能像蜘蛛一样移动来克服任何地形障碍 但它的吨位比较小 结构也比较复杂 注定了功率不会很大 对于挖机来说 吨位才是正义 这种小吨位的挖机不在低 挖土挖石它的效率也是很低的 大家想一想 这种挖机最佳的用处是什么 欢迎您留言评论 刚才我们看的都是国外厂商生产的全地形挖掘机 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们国内的全地形挖掘机 徐工的ET110 和前面两个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是可以遥控操作的 完全不用担心驾驶的安全问题 真正做到无视任何地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ET110在2010年 就已经通过严酷的高原测试 并行并量场 最后大家说 这个步行挖掘机 是不是很像科幻电影里面 大杀四方的特种机器人 视频制作不易 欢迎大家长按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n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